完了完了 包包掉了 没有被人拿走 台湾没有人拿 他们就给我装在里面了 我没注意啊 天太大了 你知道吗 就刚刚发现掉了 我都没有心慌 就是好像就相信 就找回来 我觉得是台湾把我冲坏 真的我在我们那边 包包都是被在前面 后来我就在想很奇怪 如果这件事情 如果发生在大陆 这不是黑大陆 实话实说了 可能就整个人都会 心脏都会怎么受刺激 但是我昨天全程真的很淡定 只是觉得不好意思 我只是只有这种感觉 又给别人带来了麻烦 带来了困扰 完了完了 包包掉了 新家钱 然后所有的证件健保卡 在那里面 我现在才想起来 可能就在那边喝奶茶的时候 拖在那地板上 然后一直太开心了 谁是就忘了 现在才想起来 现在才打电话联络 哇天哪 Youtuber成都妹子在台湾 经常分享在台湾的生活日常影片 这天她参加台湾一日游的行程时 不小心将随身的背包弄丢 成都妹说明自己全程都很淡定 没有担心过包包 还直言绝对会找得到 反而是懊恼因为自己的粗心 给其他人添麻烦了 在那边坐着喝茶 很享受 就什么都忘了 起身就走了 人没有被人拿走 台湾没有人拿 对啊 跟人家添乱了 那没主意啊 心太大了 你知道吗 就刚刚发现掉楼 我都没有 没有心跳没有心慌 就是好像就相信 就找回来 真的又找回来 对啊 我觉得是台湾把我添坏了 真的我在我们那边 包包都是被在前面 这样也不好 跟人家添乱了 我这样到现在 我都没有心跳 像我这个人 容易激动啊 遇到事情不愉快 我都会有多少都会受影响 但是我包包从头到现在 刚取了现金了 好像有好几千了 没有几千也有一万吧 对 刚领的钱 他们就给我装在里面了 谢谢你们 钱乱了给你们不好意思 看吧 阿姨在笑我 我现在坐在这里等妹妹 陪我一起去拿钱包 所有的证件 健保卡 身份证 钱 全部都在 就是所有贵重的东西 都全部弄丢了 哎呀 真是傻眼 不过来这也是教训了 自己回去默默的 打一个耳光 跟你们讲嘛 昨天哈 钱包弄丢了时候 其实我是很淡定的 我担心的不是钱包的问题 我担心的糟糕啊 又给人家添乱了 太麻烦了 然后人家要去联系 打电话 对不对 我从头到尾的反应就是什么 全程都很淡定 没有担心过包包 为什么 是台湾给了我一些安全感 我就觉得 绝对会找得到 他们捡到了 一定会交给某个地方 然后 就等着施主去认你 但是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像阿姨他们 年纪比较大 他们还是要小心 又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在台湾 我还真的没有担心过掉东西 但是我还是以后要把自己的东西照顾好 虽然东西掉了 能够找得回来 那么 你这从中增加了很多麻烦呢 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照顾好 那么跟别人造成了困扰 知道吗 我以前也掉过一次钱包 那个老板娘 还我钱包的时候 就告诉我 她说我们最怕捡到这些东西了 她说 哦 我也知道 让我以后小心点了 但是我也捡到过 我曾经也捡到过 捡到过我也拿去给别人了 说人 在台湾 他就是这种 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当你捡到了之后 你就去上缴 然后别人 就会领到自己 属于自己的东西 心里面也没有那么的失落 所以说我才导致我昨天 从头到尾都很淡定 不管怎么样 要感谢捡到我皮包的人 非常感谢 也感谢就是台湾 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 整体的一个良性循环 让我的钱包 让我贵重的东西 势而复得 昨天丢了皮包 到最后 其实我内心 还是有蛮多的感触 因为我曾经 我在大陆的时候 也丢过很多东西 也丢过钱包 丢过手机 没有一次找回来的 但是我这一次回去的话 有很多朋友向我反映 就是说我们那边的自安 和丢东西 小偷这些 比十年前真的好太多了 我这次回去 我还是有时候小心翼翼的 怕那个电瓶车弄丢啊 怕被小偷啊 他们都会说 没关系啦 现在我们这边变得 已经很好了 不像十年前了 十年前有多夸张 那时候不是流行 把那个手机 一根绳子带着吗 带在胸前吗 我就这样子而已 看窗外而已 我转头的时候 用剪刀把这个手机剪了 光带的是绳子啊 真的是太夸张了 你说胆子有多大 就这样就丢了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 我是骑着自行车 我就把包包放在自行车前面的框框里面 我妈她就买肉 就问价格而已 然后我就 我也是就这样回头 跟老板讲价格的问题 我那个包包呢 我真的是都怪我了 都怪我了 本身就应该绑好的东西 然后我就扭头 整个包包都给我拿走了 整个连包全部拿走了 回去报案了 最后就没有结局了 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们周围的人 做生意的人 看到了 也可以说一下嘛 吼医生嘛 他们说 他们从来不叫 他说 你自己掉锅了 你自己以后就知道啊 我们去得罪人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这种循环就非常的不好 你知道吗 社会风气就变得不好 其实哈 我有一天 我也希望我们那边的社会 像台湾这样 这么温暖人心 那么有一天 你就会受益 当你不小心 东西弄丢了 那么你还有机会找得回来 人家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其实是因为一个因果循环 那么你今天捡到了 还给别人 别人内心会受到一种感染 感动 他将来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一直这样循环的话 那么社会就变得更加的和谐 大家都说 爱里不离了 我不要管了 那又不是我的事情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也要做生意了 我去得罪他们干嘛 如果你永远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你整个氛围 整个社会都不太好 你好 我们是来拿 对 不好意思 你们又装成从新竹下来 对 谢谢你 谢谢 又下来多晚一天了 你借个洗澡间 好 谢谢 我拿到了 全部封起来了 真不好意思 阿姨一直在笑我 好了 上车 看吧 钱包所有的证件 然后还有钱 差不多一万块吧 事而复得的 然后昨天油揽车花了一些钱 就这样 就这样 会难成 小伙子 你好 好 好 优优独播 我 太误独播